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有大型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财长南佛安说 还有其他政策工具在研究中 例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在北京 财政部部长南佛安 联同三个副部长召开记者会 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他说今年以来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适度加力 提质增效 组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 加强财政政策力度 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他又说按照上个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 将会在近期陆续推出一篮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 主要有四方面 包括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 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 第二是发行特别国债 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提升这些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更好感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另外要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行债券 专行资金 税务政策等工具 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并加强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国庆日之前已经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过生活宝座 下一步还将会针对学生群体加大掌优助困力度 提升整体消费能力 南伐安提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事关发展与安全 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是关于发展与安全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央财政在去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他又透露会推出近年力度最大的措施 你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 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信债务 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 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 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即使与将大大减轻地方发展压力 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 被问到今次出招的规模 南佛安就说经过法定程序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又强调中国财政有足够韧性可以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即市场广阔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 同时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预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不及意气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中国财政有足够的韧性 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可以实现数字平衡 完成前年的预算目标 这请大家放心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财政部说在支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方面 将会有新政策 将跌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工具 例如允许专项债券用在土地储备 和支持收购存量房 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 财政部说近期会有一篮子增量举措 包括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下一步将会坚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提高质量 积极研究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 其中一项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 主要是考虑到当前各地闲置 未开发的土地相对较多 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箱债券 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 那么确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用于 新增土地的储备项目 这项政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 供求供需关系 减少闲置土地 增强土地供给的调控能力 又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 财政部也都支持地方政府 用好专项债券 收购全量商品房 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 以及继续用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補助资金 原本这个资金主要是用来支持以新建方式 筹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 现在支持方向优化调整为适当减少新建规模 透过这两项措施 既可以消化全量商品房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 又可以优化保障房的供给 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需求 另一项措施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务政策 正研究明确和取消普通住宅 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商函接的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政策 下一步会研究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各项政策协同发力 政策执行中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 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动 也加强新劳政策的衔接 打好组合权 坚定不移地推动房地产市场直跌回稳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导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下星期三施政报告发表当日 将会穿大利大师生设计的绿色领胎和领巾 说设计融入了本地标志性摩天大厦 呈现香港繁荣昌盛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 当日他和团队将会带由 理工大学师生设计製作的领胎和领巾 团队将本地标志性摩天大厦融入设计 呈现香港的繁荣昌盛 并利用纵環交错的线条 象征香港是连接祖国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 领胎和领巾也用上施政报告的绿色 愈以香港未来发展欣欣向荣 李家超说 非常欣赏一班年轻人的创作意念 期望借此机会鼓励社会各界 多位学生和年轻人提供创作空间 鼓励他们发挥创意 为香港注入更多创新活力 另外太极国际学院 并举办国际太极日 超过750个师生耍太极操 慶祝国庆75周年 李家超透过视像方式致辞 说太极作为文化瑰宝 相信可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载体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邮应华就说 相信活动可以凝聚更多太极力量 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热东铁线鼓动站是全港首个 在营运中铁路隧道上兴建车站 团队说师公要确保不影响日常行车 目标在2027年第四季投入服务 这个墙大约300米 距离地面大约10米深的地盘 原本是可以填换大约40个标准泳池的泥土 覆盖着下方的双形隧道结构 车站采用明滑回填方法建造 去年9月动工 经过大约半年的大型挖掘和巩固工程 泥土已经挖开 日后将它变成东铁线鼓动站 作为全港第一个在营运中的铁路隧道上 兴建的车站 挖掘工程必须在东铁线日常运作期间进行 带来很多挑战 我们要在施工期间 一路移除泥土的时候 一路要调节地下的水压 令到上下的力平衡 才可以维持到整个结构的稳定性 才不会因为在工程期间 影响到行车、运作或者安全 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很小心控制水压 也会做很多实时监控 港铁在挖掘工程期间 利用各种科技 包括自动地下水压调节系统 自动隧道实时监测系统 以及云端综合数码共用平台等等 提高工程效率 下一步会进行车站主体工程 包括兴建月台、大堂和出入口 现在亦会趁夜晚收车之后的黄金两小时 安装月台幕门等等 位于洛马洲站和上水站之间的古洞站 目标在2027年第四季完工 至于古洞站未来亦会连接的北环线 已经完成初步设计 目标在明年动工 2034年完工 港铁话已经在古洞站设计预留足够措施 方便日后北环线的工程 香港电台记者苏客仍报道 为于坚尼地城的老班先师庙 举行奠定法定估计 既收线进攻典礼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老班先师庙升格为法定估计 多得多方面合作推动 有140年历史的老班先师庙 1928年原址重建 以壁画、灰塑、木雕和图塑装饰点缀 今个星期四获政府评为法定估计 下个月16日开始 逢星期六提供免费导赏服务 早前受巨风迷二顿吹袭的 美国佛罗里达州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 多个地区还未水退 当局进入被阉阵的民居 搜救被困民众 将行动不变的长者带到安全地方 佛罗里达州现在仍然有过百万户 未恢复电力供应 坦白使大部分交通灯无办法运作 由于接连受到两股巨风吹袭 预料恢复供电需时比预期长 总统拜登星期日将会前往当地视察灾情 他引述专家估计 比米尔顿造成的损失高达五百亿美元 呼吁国会尽快通过额外撥款赠载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 再遭到乙军攻击 两个斯里兰卡士兵受伤 多国谴责乙军行动 至于早前被轰炸的市中心住宅区 救援人员继续在牙力堆中搜索生还者 黎巴嫩方面说乙军行动之前没有事先警告平民撤离 造成最少22人死亡过百人受伤 今次是这个地区第一次遇襲 乙军说目标是真主党一个领袖 但是真主党表示暗杀行动已经失败 又说乙军在黎巴嫩南部推进的行动 遭到强烈抵抗損失惨重 真主党扬言首要目标是击败乙军 但是对透过外交制止侵略行动持开放态度 另一方面 然后国注黎巴嫩临时部队 在纳布拉和提二之间的一座燎望塔 被乙军坦克击中 两个斯里兰卡士兵受伤 今次是维和部队在区内的主要基地 不够48小时内第二度遭到乙军攻击 乙军说士兵当时面临威胁 期间距离目标大约50米的 连泥部队尿望塔被击中 说事前已经指示连泥部队人员进入 并留在安全防护区 地中海九国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的领导人 在塞浦路斯举行峰会讨论黎巴嫩局势 会后联合声明关注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升级 呼吁各方停火 并支持黎巴嫩军方重新控制南部地区 以达至和平稳定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就在联合声明 谴责乙军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 美国总统拜登说 已经要求不要央及持愚 不要击中维和部队 香港电台记者蘇可迎报导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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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